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大明帝国和蒙古之间的战争 那么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持久战 一打就是上百年 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下在永乐时期蒙古的形势 之前呢我们说过 这个北原的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尔被蓝玉击败之后 逃到了土腊河这个地方 被一个叫野素蝶儿的蒙古贵族杀死了 之后呢蒙古大汗之位经过了多次传递 在建文四年也就是1402年 被不属于黄金家族的鬼力赤所篡夺 并且呀这个鬼力赤把国名改为了达达 不叫北原了 我们查了一下 这位鬼力赤虽然不是黄金家族直系 但是也不算是外人 他的祖先呢是窝阔台 也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由于他不是嫡系 传到他这辈上啊 这个血统已经是比较乱了 这关系都理不清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没有正统黄金家族的那种使命感 所以他废除了元朝的国号 并且向着大明称臣建立了朝贡关系 从此啊 北方边境进入了一段和平时期 可是这个和平时期实在是有点短子 只有六年 鬼力赤不是黄金家族的人 也对黄金家族没有多少兴趣 可是他的手下却不一样 当时的达达太保阿鲁台 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 他对鬼力赤的行为是极其不满 整天梦想着恢复蒙古帝国的荣光 就在这种动机的趋势下 他杀害了鬼力赤 并拥戴元朝宗室本雅势力为可汗 但是这位继承蒙古正统的本雅势力 统治的地方实在是小得可怜 这是因为经过与明朝的战争 北元的皇帝已经逐渐丧失了 对蒙古全境的控制权 当时的蒙古已经分裂为三块 分别是蒙古本部 也就是后来的达达 再有一部分的就是瓦剌 瓦剌这个名字 大家也应该非常的熟悉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乌良哈三位 蒙古本部达达 我们介绍过了 他们占据着蒙古高原 由黄金家族统治 属于蒙古正统 那么瓦剌呢 又被称作是西蒙古 占据蒙古西部 在明朝初年 他的首领蒙克天母尔死后 瓦剌由马哈木来统治 那么乌良哈三位呢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 参加过静难之战的精锐部队 朵延三位 熟悉吧 这个部落是怎么来的呢 那还得从几十年前说起 在红武二十年 也就是1387年的时候 朱元璋派遣冯胜 远征辽东 冯胜兵不血刃的降服了哈纳初 这个故事咱们前面讲过 在这个哈纳初投降之后啊 朱元璋设置了太宁 扶于朵延三位 这个位就是一个军事单位 后来呀就统称为朵延三位 并且在这些地方呢 安置投降的蒙古人 朱元璋把这些人 划归冥王朱泉的统领之下 前面咱们也讲过了 在静难之战当中 朱棣绑架了冥王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他想得到这些 战斗力极强的蒙古骑兵 而这些蒙古骑兵 在静难之战当中 也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呀 在战后 朱棣封赏了朵延三位 并和他们互通贸易 他们呢 占据着辽东一带 向着明朝朝贡 接受明朝的指挥 经过咱们的这个一介绍啊 您就会发现 过去的这个原帝国 现在分裂成了三个部分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 而这三部分 虽然都是蒙古人组成的部落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 却极为复杂 当然了 这种复杂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 是明朝有意造成的 首先 达达部落认为自己是蒙古正统 瞧不起其他的两个部落 而且他们和明朝 有着深仇大恨 一直以来都采取敌对的态度 那么瓦剌呢 就不同了 他们原先受黄金家族的管辖 在黄金家族衰落之后 他们趁机崛起企图获得蒙古的统治权 明朝政府很敏锐的发现了这个趋势 并且加以利用 他们通过给予瓦剌封号 并且提供援助的方式来扶持瓦剌的势力 以对抗达达 而在首领马哈姆的心中 部落矛盾 那是大于民族矛盾的 他并不喜欢明朝 但他更加讨厌 动不动就指手画脚 以首领自居的打打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那摆老大的臭架子呢 出于这么一种考虑 他和明朝政府达成了联盟 当然了 这种联盟是以外敌的存在为前提的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一旦情况有所变化 这昨天的盟友 可能就是明天的敌人 那再说这个乌梁哈三位 可以算是明朝的老朋友了 但是这种朋友关系 也是不太稳固的 虽然他们向明朝朝贡 并且听从明朝的指挥 但是毕竟他们是蒙古人 和达达与瓦剌之间 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呢 再说明朝 明朝可算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特长就是煽风点火 北原是他打垮的 瓦剌是他扶持的 乌梁哈三位也是他安置的 搞这么多动作 无非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分解原帝国的势力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那么大致情况呢 就是这样的 咱们介绍了一下 这个瓦剌和达达 是打得死去活来 乌梁哈呢 在旁边看热闹 明朝呢 是不断的给双方加油 看到哪一方占优势 就上去打一拳 维护比赛的平衡 哎 如果成吉思汗在天有灵 见到这些不孝子孙 互相打来打去 昔日风光无限的蒙古帝国 四分五裂 要不知做何感想 刚才我们介绍了 蒙古本部达达的太师阿鲁台 在拥立本雅失礼为可汗之后 奉行了对抗政策 与明朝断绝了关系 更为恶劣的是 在永乐七年 也就是1409年的四月 达达杀害了明朝使节郭继 他们的这一举动 无疑是在向大明示威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一举动着实是利人而损己 因为什么呀 因为明朝政府其实早就做好准备 要收拾达达 缺少的不过只是一个借口和机会而已 而这件事情的发生 正好提供了明朝所需要的一切借口 达达之所以成为明朝的目标 绝不仅仅因为他们对明朝抱有敌对态度 这个达达的首领 本雅失礼和太师阿鲁台 都属于那种身无分文 却敢于胸怀天下的人 虽然这个时候达达的实力 已经比从前是大大的不如 但是他们却一直做着恢复蒙古帝国的美梦 连年出战 往东边去打乌良哈 西边去打瓦剌 虽然没多的效果吧 但这声势却也挺吓人的 达达的猖狂举动 引起了朱棣的注意 为了压制达达的嚣张气焰 他在永乐七年 封瓦剌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 并且提供援助帮助他们作战 瓦剌呢 成是击败了前来进攻的北亚势力和阿鲁台 这个达达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然而这种限制毕竟是一时的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朱棣决定派出大军远征 兵力为十万 并且亲自拟定了作战计划 但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 他犹豫了 那位说朱棣为什么犹豫啊 这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让他这么难办呢 这就是指挥官的人选问题 朱棣是常年用兵 十分清楚打仗不是儿戏 必须要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 才能够胜任指挥官的职务 最好的人选自然是那些曾经和自己一同静难的将领们 可是问题在于当年的静难名将到如今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最厉害的张玉在东昌之战中被圣雍干掉了 朱棣呢 去远征安南的时候也已经死了 张玉的儿子张辅倒是个好人选 可惜啊 刚刚平定的安南并不老实 经常闹独立 这个张辅在南边还真走不开 想来想去 只剩下了一个人 谁呀 秋福 对于秋福这个人 咱们应该不陌生 因为在前边咱们也曾经讲过他 在这个白沟河之战当中 他奉命冲击李景龙的中军却没有成功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朱棣心目当中的地位 此后他多次立下战功 并在战后被封为齐国公 也是公爵 但是朱棣也很清楚 这位仁兄虽然作战勇猛 但却绝非是将帅之才 他目下正是用人之计啊 比他更能打仗的人呢 差不多都已经死光了 无奈之下 朱棣只得将十万大军交给了这位老将 在永乐七年七月 丘福正式领兵十万 出兵北伐 在他出发之前 朱棣不担心的叮嘱他 千万不可轻敌 要谨慎用兵 看准时机再和敌人决战 丘福表示 老臣一定谨记 跟随他出发的还有四名将领 分别是副将王聪 霍钦 左右参将 王忠 李远 这四个人也都绝非等闲之辈 在参加这次远征之前 都已经被封为侯爵了 可以说战场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 朱棣亲自为大军送行 他相信如此之强的兵力 再加上有经验的将领 足可以狠狠的教训一下 打打 看着大军远去 朱棣的心中 似乎有一种不安 油然而生 多年的军事直觉 让他觉得自己 好像漏掉了什么 他思虑再三 终于想起来 立刻派人快马赶到丘福军中 就只为了传一句话 什么话呀 这句话是对丘福说的 原文是 军中有言敌意取者 慎恶信之 什么意思呀 就是说 如果有人跟你说 敌人很容易战胜 你千万不要相信 丘福接到了皇帝的指示 并表示一定不会辜负皇帝的信任和期望 要说朱棣 确实不愧为一位优秀的军事家 他敏锐的意识到了 这支军队最大的隐患 就在于轻敌冒进 而最容易犯这个错误的就是主帅 秋福 在军队出发之后 竟然还派人专程赶去传达这一指示 实在是用心良苦啊 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 朱棣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可问题在于主帅 秋福就偏偏是一个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人 遇到这样的主帅 真是连大罗神仙也没办法了 咱们再说这个秋福 率领的军队是一路高歌猛进 赶到了卢沟河这个地方 在这儿啊 他击溃了一些散兵 并且抓到了达达的一名尚术 秋福于是便向这个俘虏来询问敌情 这个尚术倒是个直爽的人 也没等秋福用什么酷刑和利用手段 就主动的交代 说达达主力军队就在离这个地方 北边三十里的地方 如果现在进攻 必然可以轻易获得大胜 秋福听了以后非常高兴 干脆就让这个尚术当向导 照着他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这样看来 秋福倒真是有几分国际主义的精神 竟然如此信任 刚刚抓来的一个俘虏 而从他的年纪来看 似乎早就已经过了天真无邪的少年时代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他实在是天真的过了头了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朱棣的料事如神 他好像就是这场战争的剧本编剧一样 事先已经告诉了男主角秋福 应对的台词和接下来的剧情 可惜啊 那位大牌演员秋福却没有按照剧本来演 就在那位达达向导的带领之下 秋福果然是找到了达达的军营 但是这个军营里却没有多少士兵 那位向导总会解释说 这大部队还在前头呢 就这样马不停蹄的追了两天 依然是这个样 总是能追上那么几百个达达士兵 而且一触击溃 于是秋福的部下们开始担忧了 他们认为这个向导不怀好意 然而秋福本人却没有这种意识 到了第三天他还是下令部队跟随向导前进 这一下子他的副将李远坐不住了 李远劝秋福及时回撤 前边可能有埋伏 可是秋福却不听 他固执的认为前方必然有达达的大本营 只要是往前追 碰上他们的军队 有埋伏又怎么样 照样可以把他们打垮 李远呀 听了之后是急得直跳脚 也顾不得上下级关系了 冲了秋福大喊说 皇上和你说过的话 难道你忘记了吗 这下可惹恼了秋福了 好啊 搬出皇上来压我呀 你不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吗 他厉声的对李远说道 不要说了 听我的指挥 要不然我就杀了你 就这样 秋福就如同前两天一样的指挥部队出发了 带路的还是那位向导 这一次他没让秋福他们失望 找了很久的达达军队终于出现了 但和秋福所预期的不一样 这些达达骑兵是主动前来的 并且没有四散奔逃 也没有惊慌失措 反而看上去是吃饱喝足 睡眠充分 这个时候正精神焕发的注视着他们 想必当时这个秋福心里想 哎呦终于找着你们了 我找的好苦啊 人家那边也想了 呦终于等到你们了 我们等了很久啊 在永乐七年的八月 远征军的战报传到了京城 这个战报非常的简单明了 就四个字 什么呀 全军覆没 这是一次惨痛的失败 不但十万大军全部被消灭 连秋福王聪 霍钦王忠 李远这五元大将 也全都战死沙场 朱迪震怒了 他打了很多年的仗 多次死里逃生 这恶仗乱仗见多了 但像这样惨痛的败仗 他还是真没见过 气得朱迪是大骂秋福无能 可这骂人出气虽然痛快 但是骂完了之后 还是要解决问题 明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关键问题就出在指挥官的人选上 秋福固然无能 但现在朝廷里还有谁能够代替秋福出征呢 谁又能保证一定能够取胜呢 合适的人选只有一个 那就是朱迪本人 于是在境难之后七年 朱迪再次披上了盔甲 拿起了战刀 准备走上战场去击败他的敌人 与之前的那次战争不同的是 上次他是皇子 这一次他是皇帝 上一次是为了皇位 这一次是为了国家 朱迪不但是一个优秀的皇帝 也是一个优秀的将领 这种上马冲锋下马治国的本领实在是很含有的 达达已经领教过了皇帝朱迪的外交手段和政治手腕 现在他们将有幸亲身体会到名将朱迪那闪亮刀锋掠过身体的感觉 朱迪完全继承了朱迪 朱远章的人生哲学 那就是要么不做 要么作绝 这次也不例外 为了给达达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下令了总动员令 命令还长江以北全部可以调动的士兵 立刻向北方集结 于是长江以北 无数人马浩浩荡荡的开始向集结地进发 到永乐八年 也就是1410年的一月 部队集结完毕 总共五十万 由朱迪亲任统帅 与此同时 朱迪派遣使者分别向瓦剌和乌梁哈传递消息 大致意思是 大明马上就要出击达达了 要揍他们 希望你们别多管闲事 如果多事的话 大可连你们一块收拾了 这个瓦剌和乌梁哈都十分的识时务 而且他们与达达本来就有着矛盾 又怎么肯花力气 替自己的敌人出头呢 而这个时候的达达 却十分的没有自知之明 在击败明军之后 这个本雅十里和阿鲁台都非常得意 甚至开始谋划恢复原帝国 重新做皇帝了 因而对于瓦剌和乌梁哈 他们是更加的傲慢 这两位上在做美梦的人兄 根本不会想到 这刀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子上 只等砍下去了 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之后 朱棣终于率领着他的五十万大军出散远征 目标直直达达 八年未经战争的朱棣终于回到了战场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熟悉 在他看来江南水乡的秀丽和宁静 远远比不上北方草原的辽阔与豪迈 四竹之音轻柔无语 对他没有多少吸引力 而万马之名号角嘹亮 才是他的最爱 这就是朱棣 一个沉迷于战场搏杀 陶醉于金戈铁马的朱棣 一个真正而彻底的战士 那么朱棣这次亲征 到底结果如何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